李宗盛雄議員 李宗盛雄議員 我就說 很簡單 當然有一班人說 讓子彈飛 讓習近平 不斷吹捧他 萬世千古一帝 要武統台灣 完成康熙皇帝 當時的夢想 用這個地方吹噓一個天朝主義 一種所謂的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希望統一台灣 但是我會覺得雷聲大雨點少 因為這種說法 是將習近平 架在功上面 要他自己發戰 但問題是首當其衝 一旦打台灣 美國會贏,台灣會贏 台灣可能會開始幾個小時之內首當其衝 但最想起真令失敗的是中國共產黨 結果就是什麼呢? 導致習近平的花台 後面那班人呢 我在從中笑 就是看一下習近平 怎樣去做一些荒謬的舉動 好了 這班人當然會越吹越近見 習近平 打打不打 你就是民族的垃圾 垃圾這樣做 那習近平呢 逼他上繳 這個方式去做 所以我就覺得 你說是攻打台灣這件事 不需要看得太嚴重 說真的 年年講 月月講 一日講 年年不做 月月不做 一日不做 你說我們 我身處台灣 有沒有憂患意識 當然會有 因為這個政權 很多地方不可測 但是在理性的層面來說 或者是他要打台灣 面對的後果來講 第一 中共沒有這樣的軍事實力 他要跟對抗的 不是中華民國台灣的軍事實力 而是美國和其他盟友 包括日本在內的一種 出兵的可能性 他除非看到 這個美國 左派當道 一決不振 這個結果 就可能越來越做大他的情況 但只要全球各國 繼續以實力換取和平的話 另外這種 中共打台灣的威脅 可以說 只是流連魚 言語 文字 而不會化成事實 我們做很多事情 就希望台灣 能夠加強 我們的 國防的能力 國防的實力 國防的意識 國防的實力 不知道是靠軍隊 是全民 都要 要有一個尚武的精神 你看意識的人就知道 是不是 每個人都要知道 當危險的時候 你的SOP是什麼 你的做的防禦是什麼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我遲刻提醒這一點 但無論如何 台灣被打的可能性極低 因為有美國在後面 所以這一點 我們看得到 是相當重要的一種信息 去傳遞給大家聽 你說 習近平會不會這個時間 就是說 會更加開明 是不會 他不斷重複了當時蘇共滅亡 蘇聯解體的教訓 就是說 一定要做到 所謂的避免 黑天鵝 灰身鵝 要有憂患意識 要避免四突 要做到四 面對四大口言 面對四種危險 一定要六個方面 十六方面的風險 就是拿很多的垃圾 意思就是希望 他繼續中共一黨獨裁專政 而他 習近平是唯一的領袖 他覺得 要將權力更加集中在他身上 一定要 不要只是想過太平日子 不想鬥爭 這些情況 只會陸續有來 黨內的權力鬥爭 這件事我覺得是 比向外的擴張的危險更加大 我們再講回香港的話題 好嗎? 桑福先生 好 是啊 早前 香港政府要殺野豬 那香港人都 講了一些話題 要殺港豬 好危的港豬 這次去好危的倉鼠要遭殃 那些倉鼠很有趣的 那現在其實香港政府 都沒有確認那些倉鼠 是不是真的可以傳染 給那個衝賣店的那個客人 但現在已經有二千多個倉鼠 比如說人道毀滅 你見到他們用膠袋呢 不斷地帶著那些倉鼠 在那個膠袋裡面紅色 啊 那在倉鼠裡面已經討不出氣了 所以那些 怎樣提呢 還有那些香港市民 都沒有確認到 為什麼這麼乖乖地 把那些倉鼠交給政府 有很多政府去主宰他們的生死呢 這些是不是 還有很多小孩子 看到組織他們 真的哭得很重要 就是他們 不單止就是那個店鋪 的倉鼠 全部殺了 還有店鋪旁邊的動物 包括有些 龍貓啦 包括兔仔 全部都要殺了 好了 還有所有 現在的倉鼠要停止 所有國家的入口 不論染疫的倉鼠 在哪裡 所有來的倉鼠 都要停止入口 好了 還有 家裡的倉鼠 說你在 好像是上個月 12月22日買 之後 買的所有的倉鼠 基本上 都要送給漁護署 人道毀滅 或者家裡正在養的 買了 不在店鋪裡買的了 全部都是不明咒旅 全部都不用驗 不會幫你驗PCR 那些倉鼠要送給人 人道毀滅 那有些家長 就執行這個 特區政府的命令 帶著倉鼠走 那些小孩子就哭 我就告訴你 你慘無人道 很簡單 究竟今天 你要先搞清楚一件事 是人傳鼠 還是鼠傳人 是人傳倉鼠 還是倉鼠傳人 如果是人傳倉鼠的話 那你為什麼殺倉鼠呢 這個很基本原則 就是說 那個店鋪有倉鼠染疫 是因為 當時有些售貨員 店員 他們有疫症 是先有人的疫症 導致倉鼠有疫症 還是倉鼠有疫症 導致人有疫症呢 我們看回南華早報的報道 WHO 世衛組織 譚德塞 主政的世衛組織 都說 倉鼠傳人的機會是極低的 你不相信我說 你不相信一些世衛專家說 是吧 中共最愛世衛 世衛專家都說 鼠傳人的機會極低 換言之是什麼 倉鼠有菌有毒 有中國武漫肺炎 是因為為什麼 人傳鼠的機會極高 就這麼簡單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既然是人傳鼠的話 這個鼠被傳染是那批老鼠 極少數個個案 然後全部香港的老鼠 不是老鼠 全部香港的倉鼠 全部都拿來殺了 不得了 那搞法呢 就是說你完全倒果為一 因果倒戰 結果就是殘害生靈 我記得前幾天 幾個月之前 有個尖東 有個噴水池旁邊 找些鹽灑到那些窩囊裡 那個人抓了它 說它殘害動物 動物保護條例 禁止你殘害動物 我先不論這件事 你已經抓了個人 好了 你越護處 屠殺 二千多隻倉鼠 陸續有來的 叫倉鼠全部充公 這種造品對不對 還有兔子 很簡單 這個寵物店 不會只是養倉鼠 不會只是兔子 還有貓呢 狗呢 那你是不是殺了他們呢 好了 我經常說八個大詞 金日殺鼠 明日殺人 今天你對倉鼠這樣做法 是不是明日都是這樣呢 你說這件事有沒有搞錯 沒有人吃 喂 你對動物都是這樣的態度的時候 對生命是這樣的態度的時候 你對人的生命 會有什麼態度呢 你看看 北韓金正一 有人染上這個沙士 有人染上這個中國武漢肺炎 結果什麼呢 殺了他 誰還的 誰拔了他 拔了他整家 都說了 今天殺鼠 明日殺人 今天你對生靈 小動物 這樣的態度 你剝奪了不等於人與動物的關係 作為動物本身的生存 動物本身的生命 今天你可以戰視生命到這個地步 你可以說到 對於人 有什麼生命的看法 關不得知 會有八九六四 關不得知會有反送中的大量的鎮壓 關不得知有國安法 共產黨 港共政權 從來當生命如草戒 這點很清晰的 你說 有個袁國勇 那個港大微生物學系的 港座教授 袁國勇出來說什麼 這是必要的 嘩 我真的覺得 嘆為觀止 那個必要的理由是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的接種率不高 就是我們打針的接種率不高 就是疫苗接種率不高 所以就逼著要殺倉鼠 嘩 這真不得了 如果這麼說 是不是染疫的人 現在觸高彎 染疫的人 證實確診 是會殺光他們呢 因為我們全香港人 很少打疫苗 其實是否少其實不少 已經超過了 即是七成 已經是打第一針了 好了 你就說 當沒有打過 疫苗的接種率很低 於是 有一個人確診 或者說一個地方 鬥氣的 比如剛剛說的 黃絲牙 是不是 這個出席這個 鴻門宴的黃絲牙染疫 是不是殺了他呢 因為他的存在 就是令到全香港危險 是不是殺得 拔得呢 這種情況就很奇怪 你拔死動物 不論他有沒有軟疫 也拔死 一個確診了的人 你不拔死 原因在哪裏呢 因為我們對人都有軟識 不好意思 你沿過庸監製 這樣說什麼 因為我們的接種率 我們的接種率低 香港人的接種率低 所以要殺光所有的倉鼠 那就是這麼簡單 染疫的人 是不是全部殺光呢 這些道理 所以我就說 今時今日 香港已經是一個不適而人家 居住的地方 每一天 都有一些很傷心的事 對付完人 就用來對付老鼠 用這個方式 來處理所有 還有 不是那些噁頭髒的老鼠 是倉鼠 可愛的小倉鼠 要這麼說 你今天 你會不會殺貓 殺狗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兔子 是要被殺 旁邊的貓 旁邊的狗 不用被殺 倉鼠有事 整間寵物怎麼會有事 為什麼獨獨 是兔子 龍貓 這些東西被殺 但是呢 狗 貓 是沒事的 這個方向 袁國勇 你解釋得到 所以你畫條線 小動物要被殺 那就是人道處理 逼人道處理 殺就殺 所以剛剛講的 一代一代那些 紅色的地方 分分鐘已經整死了 準備去燒毀 即生生燒 燒毀他們 我告訴大家 相當殘暗 相當殘暴 相當慘無人道 你們做這件事 所有那些所謂的 戴上防護裝備的那些人 你有沒有良知 你做就違約了 你不反抗 你做平庸之惡 他繼續幫這幫港共政權 去燒鼠 燒動物 今天 畫條線 有沒有包括貓 有沒有包括狗呢 那要說 貓和狗 不會被殺 原因又是怎樣呢 貓和狗比較高等些 兔子就比較沒那麼高等 是吧 旁邊有一隻熊人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殺他呢 有衛利 小熊在那裡 你有沒有殺他呢 我就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事實 放在眼前 這個政府是沒有邏輯 這個政府是沒有任何的理由 然後傳播 說不定的時候 就說這個是兩難 很難的抉擇 其實這個跟難不難的抉擇沒有關係 是跟這些人 是不是失心風 是不是沒有邏輯 沒有良知 沒有陽性 有極大關係 希望大家 保重 我都不知道我怎樣去 勸香港的人怎樣保重 但我只是說 大家 鬥著一條命 因為 這個政府什麼做得出 倉鼠不可怕 病毒不可怕 驗出病的病人都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這個政權 可怕就是這種暴政 可怕就是這種 很可怕的樣子 去統治人民的一種 獨裁專制的中國共產黨政權 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以疫謀霸 到最後 傷害到的就是 我們所有人 基本上做人的一些 人性 全部 當黨性凌駕於人性 當獨裁血液 滲染到在我們的身體裡的時候 我想說 人 就如行屍走肉 如同 撕殺列車的喪屍一樣 去做事 今天千萬不要掉入這個倭寇裏面 否則萬劫不服 希望大家保持清醒 繼續努力 我想問一下桑普先生 政府叫市民 交出倉鼠的時候 有什麼法律的基礎呢 還有香港市民 有沒有權利說我不交呢 他要權的嘛 這個當然 他會有很多的所謂編出來的一些基礎 就是說 按照以前香港的法律 一直以來香港的法律 就是保護動物的條例 或者各方面 政府當日公共衛生的原因 可以下令銷毀 有關的倉鼠 這個程序要去處理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些法例 它這樣寫 你要進入司法的地方 你要講出 你今天 就是我們看回 1999年終審法院 很多的一些 人權法案的原則 都是在講大家 就是說 你必定要做到有必要性 適當性 和合意比例的原則 就是所謂proportionality test 就是今天你去殘害一個 人的財產權 或者動物的生存權 你就算法例說 因為公共衛生理由 可以被銷毀 這些這樣的動物 但是 這個法例的意思 和執行上面 必須要是 必要被侵害權利 和合乎比例的侵害權利 就是一隻倉鼠 100隻倉鼠 看到19隻染疫 你不知道殺了100隻 所以殺了銅店的2000隻 這個就是失心瘋 你看到BBC已經是 很大的報道 有沒有搞錯 這些倉鼠 這樣的做法 傳入國際 是一種很大的新聞 你會看到 就算香港外戶動物協會 都會說 這件事深表遺憾 和震驚 但是震驚要遺憾之後 你做些什麼 What have you done What will you do 國際這麼多 外匯動物的團體 是否應該關注這件事呢 還有 算是那些司法的時候 法律方面 可否尋求到有關的狗仔呢 你說 他說 至少動物不是國家安全法 對吧 就是國家安全法 管人 不管動物的 他不是可以通過這個方式 讓1991年通過的人權法案條例去做呢 不好意思 人權法案條例是管人的 所以就說 很難 可以在這些事件上面 尋求到有關的狗仔 當然 可以打官司 可以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將有關的一些 吳家寧案的精神 活用在這些動物保護條例上面 去做出一個 合乎比例原則的解釋 但 我認為很難 當然 你可以畫空心思 轉文字的空子 即是說 文字裡面 問到一些漏洞 然後去說話 但 我認為現在的情況 打官司 努力時間費用是有大問題 第二 其實是說 你對抗這個村制政權 當 村制政權一刻之間 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 說你保護倉鼠 就是為了 去繼續煽動暴亂 煽動罪 甚至為煽動對 特區政府的仇恨 藐視 和你認得要離本的話 又抓得來 就是原先為了 倉鼠去攻擊 批評特區政府 就是用刑事罪任條例 第九條 第十條 說你煽動對 特區政府 以及中央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的仇恨 藐視 引起對他的離半 說不得了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得到 所以就說 嘴是掌在他手上的 槍是掩在他手上的 那你看到 整個局面 我們是相當 相當可惜和悲憤 可以做的事不多 如果要做的事 發揮的努力時間 會不會相當大 我會認為 就是說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 怎麼做呢 大家知道了 就是說 你是不是要保護自己 養的動物先 是不是要保護自己 的小朋友的感受先 你作為一個爸爸媽媽 作為一個養動物的人 你覺得 你愛的動物 這個生靈重要 還是守這個垃圾地方的法律重要呢 是否需要抗命呢 你自己想清楚 我不煽動 自己想 我只是告訴大家 每一個人 有自己的抉擇權利 一個自由的香港 不是想像出來的 而是做出來的 每個人很自由的 用自己的理性 去分析一下 你要做這件事 對還是不對 我們要做正確的事 做正確的事 不是做一些 去Place 這個政府 去拿到權力 金錢的事 我希望大家 想清楚 做好一個 美滿 還有有意義的人生